大家好,今天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公布了一段视频 也就是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破坏了乌克兰对俄罗斯 进行秘密渗透,包括运送14公斤爆炸物的最新消息 根据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公布的视频显示 总重14公斤的爆炸物,电动汽车电池 进行伪装并运送进了格鲁吉亚境内 这批货物是从奥德萨出发,途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 于1月19日通过萨尔皮检查站越过土耳其格鲁吉亚边境 这批货物呢,进入俄罗斯境内在边防检查站 三枚爆炸装置被发现 另外三枚爆炸装置在蒂比利斯特定地址被缴获 那这批货呢,目的地呢是沃罗涅日 是俄罗斯的沃罗涅日,但实际上啊 这批货可能最后会用于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那俄罗斯工,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发布的这段视频显示 装有爆炸物的电池 里边呢是有C4炸药 非常清晰 那这次发现的爆炸物呢 它的爆炸威力啊,要比天地要威力强得多 而且呢发现雷管还有起爆装置 可以看啊,C4非常清晰 雷管起爆装置 格鲁吉亚的安全部门呢 发现啊,有三核伪装成电池的爆炸物 被留在了DBS 那具体啊,这三核的去向啊,没有公布 那已经将啊,这三核的起货 而且呢将整个事件 大家可以看啊 归咎于啊 对格鲁吉亚恐怖袭击的筹划可能性 也就是这三核可能会留在格鲁吉亚 并对格鲁吉亚进行恐怖袭击 俄罗斯的情报文的消息呢 这次策划的啊,对俄境内进行 恐怖袭击的组织者呢 是乌克兰的议员安德烈·沙拉西泽 他是泽连斯基现在啊 人民党的党员 也就是泽连斯基现在所在的啊 乌克兰执政党 他呢将三核 伪装成电池 电池的爆炸物将运往沃罗涅日 真正目标呢 可能是克里米亚 这次运输呢 是由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克兰公民 共同执行 那爆炸物呢 留在格里亚领土 可能会对格里亚也造成安全危险 一共六个爆炸装置 总重量十四公斤 那参与运输的所有人员呢 表示 他们并不知情啊 所运输物体为爆炸物 他们不承认啊 自己运送了爆炸物 也不知道最后这些东西要交给谁 那爆炸物呢 是从1月19日 从奥德萨起运 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 在萨尔菲检查站 过境运抵了格鲁吉亚 那该爆炸物呢 由一名乌克兰公民 乘坐小型货车运输 随后呢 该名乌克兰公民为女性 计划通过达里亚尔检查站 过境俄罗斯 进入俄罗斯境内 这是缴获现场的消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俄罗斯的安全部门认为啊 这次袭击的目标呢 是克里米亚大桥 因为上一次啊 乌军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使用也是同样方法 将爆炸物啊 从格鲁吉亚过境啊 运往了俄罗斯 这是逮捕的现场啊 这是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公布的视频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没有回应 可以看到非常清晰啊 雷管 C4炸药 我之前说过啊 乌克兰的是一定要对 克里米亚大桥动手的啊 所以这次 实际上可以看到啊 从奥德萨起运 经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土耳其 然后呢 绕到格鲁吉亚 进入格鲁吉亚以后呢 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边境口岸 准备越境 进入俄罗斯的时候 被查获 实际上他进入格鲁吉亚以后啊 这些爆炸装置 可能就被格鲁吉亚的安全局盯上了 但是发现呢 有六个进入 结果呢 有三个留在了格鲁吉亚 所以格鲁吉亚安全局认为 对格鲁吉亚安全构成威胁 也就开始 对所有的 那这是今天呢 在格鲁吉亚方向啊 格鲁吉亚安全局公布的最新的一个情况 还是不排除啊 未来 乌军啊 会在俄境内制造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因为现在只是在格鲁吉亚发现的 六枚啊 爆炸装置 但从其他国家 可能已经进入俄罗斯 有大量的爆炸装置 可能已经进入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啊 特别是和 波利海国家 还有北约一些国家 它的边境啊 实际上非常漫长 另外俄罗斯在远东地区 它有很长的边境 从日本 从韩国 通过海上也可以进入 所以俄罗斯 它的整个的安全形势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个 爆炸装置啊 用于攻击和重要目标 那对俄罗斯来说呢 是非常啊 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未来在克里米亚方向 除了防空以外 对克里米亚大桥 运输的物啊 物品相关的这个货物 也要进行严格检查 那么今天呢 在乌克兰 泽连斯基呢 访问了扎波勒前线以后呢 在奥利霍方向 俄军呢 今天呢 也宣布啊 俄军在扎波勒方向呢 已经啊 解放了普利尤特 普利尤特诺业 普利尤特诺业在哪呢 在大诺西尔卡正面 在这儿啊 普利尤特诺业 俄军现在呢 已经宣布啊 俄军呢 实际上呢 已经在普利尤特诺业的北部 诺塞尔卡东南部 与乌金交火 那么也说 普利尤特诺业 他已经在了俄军后方 俄军现在在普利尤特诺业 北部开始作战 那后方呢 实际上呢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 普利尤特诺业 俄司 步兵集团和装甲车 支援下呢 解放了普利尤特诺业 俄军呢 现在沿普利尤特诺业 以北2.5公里处战线 继续向前推进约500米 已经距离普利尤特诺业达到2.5公里 那么已经就是完全控制这个地区 那阵地战呢 在拉伯蒂诺 还有安德利夫卡 新普罗科波夫 新费多罗夫卡方向 就是拉伯蒂诺东北部继续进行 紫连斯基昨天抵达的是拉伯蒂诺方向 是在这个方向 拉伯蒂诺方向 那靠近旧马域尔斯克 左落塔亚尼 那联合特种部队 第五联合军 也在这个方向作战 俄太平洋舰队的15海军陆战旅 和太平洋舰队 海军陆战队在南顿尼斯克方向 西米海洛夫卡方向 扎伯蒂诺方向 在这个方向作战 那除此以外呢 在顿尼斯克 阿富蒂诺的情况呢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张图 俄军现在在阿富蒂诺方向呢 实际上呢 向阿菲卡南部又推进了 1200米 乌克兰的 布图索夫 就是乌克兰的军情局 他的军事 军事记者 他说呢 在莫斯科时间的11点14分 俄军呢 已经控制了阿富蒂诺卡北部 以及阿富蒂诺卡的西入口 就是这个位置 阿富蒂诺卡的西入口 那布图索夫呢 说 他呢 距离铁轨处 只有不到200米 那么也说 东部地区的居民 居民楼 东部地区的居民楼 已经在俄军的控制下 那也证实了昨天的说法 双方进行了巷战 阿富蒂诺卡现在来看西口 西部的地区 这个大门已经被打开 俄军下一步会沿阿富蒂诺卡西部 特别是这个纵深 从这儿 开始进入阿富蒂诺卡市中心 开始要继续作战 这个方向啊 如果俄军能够突破 那就会完全控制交化场 而且会控制阿富蒂诺卡 最重要的市中心方向 另外在乌格达尔方向呢 俄军也进行了轰炸啊 轰炸了乌格达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俄军呢 有消息啊 说乌军呢 是动用了M1A2 阿富蒂诺坦克 但是现在俄军在前线啊 侦察发现没有发现啊 M1出现 那么也说可能是假饰品 为了吸引俄军 这个M1真正出现的位置啊 可能会是在哈尔科夫 也可能是在顿巴斯 但是现在顿尼斯克正面 确实没有发现的 这也是回应了昨天啊 最新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美军的这个阿富蒂诺斯 他不会轻易参战 因为一旦参战的话 这对美国影响太大 他不像德国的暴使 暴使坦克 所以一旦参战的话 会影响整个地区 特别是俄军的主力 会进入这个方向 所以他出现在哪个方向 也说明乌军未来 他进攻的主力方向 就已经确定了 所以现在来看 他未来可能会是在 哈尔科夫前线 或者是少部分出现在顿尼斯克 但是主力方向应该是在 哈尔科夫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这是今天的结合着南部 在格鲁加边境 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恐怖袭击 以及现在在 对尼斯克最新消息 从现在情况来看 俄军和乌军未来围绕着克里米亚 他北部和克里米亚大桥 会进行这种特种战 乌军在战场上很难获得 优势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突袭行动 那么就会采用这种游击战 特别是这种破袭战 使用特攻 使用爆炸装置来攻击俄军目标 我还是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还是提醒在俄罗斯华人 现在俄罗斯境内 俄军在战场上获得优势 那么乌军只能在俄境内搞破坏 特别是破坏俄军的能源交通 这些基础设施 另外还有军事军设施 包括一些军营 我觉得中国人一定要远离这些设施 保证自己的安全 后期有更多消息 会第一声给大家分享